其實為什麼今天要特別來跟各位介紹這個主題 就是因為現在 現在的這個軟體的應用趨勢就是範本範本範本 你們有沒有用過範本 都這麼客氣 PowerPoint沒有用過範本的舉手 這樣不會太誠實了 PowerPoint你有沒有一打開 然後就是就用白色的然後就交卷了 就交給老師 那你應該知道教出去應該回收的機會很高嘛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多多少少也用範本 只是範本你用它快爛掉了 因為從小看到大 所以只要第一張投影片出來 啊 又是PowerPoint做的 你沒有那種感慨嘛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現在其實範本真的很多 只不過呢範本你如果用中文的找 真的資源比較少 所以你要會找一些英文的字 以往我最常用的 我有寫過這篇文章 你不能不知道的關鍵字啊 因為以往我大部分都是用templates 因為是負數啦 所以有加s 你就可以找到 比如說你要找PowerPoint 你就找PowerPoint空一格 templates 你要找Word Word沒有範本 有啊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們還用過什麼有範本的 沒有 生活裡面到處都有範本 你們剛剛在簽到的時候 有沒有請你自己畫一張表格 沒有啊 你只是照個格子填而已啊 對不對 像主要那個檔案 他也不可能每次都重新設計啊 哈哈哈哈 對吧 那生活裡面有太多 網頁有範本 動畫也有範本 動畫也有範本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很多耶 真的超級多的 那所以呢 你會這個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那另外呢 最近這幾年 這個比較 這個關鍵字比較有興趣 叫Mask-up 一般中文把Mask-up 大部分翻成就做圓形啊 就 或者有叫雛形 好 雛形 那 他這個方式呢 都是說 我今天就已經把設計好的內容 以前的設計是要怎麼樣 就是客製化 我跟你 我們一起來聊聊天 了解一下你的需求 然後呢 喝杯咖啡 享受一下下午茶 然後一次不夠 因為 聊完了 回去你構思 還要再把構思好的丟給客戶 對不對 然後呢 兩個在彼此討論一下 又有喝第二次對不對 然後呢 又有第三次第四次嘛 因為一直沒有辦法結案啊 哈哈哈 所以就要一直很多 所以那來回修改 所以你用這種方式的 適合什麼 適合什麼 就是屬於原創的 我要比較精緻 比較客製化的 但是 你想看看 今天 你會來上這個課 又不是設計系的學生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要抵人家四年 你有沒有那種痛苦 我今天 我不是本科系的 就算本科系他也很痛苦 我今天有個案子要做 然後三個小時 就要馬上呈現出來 而且還不能做那種派陽春的 又要 有個 PRO級的 有沒有 專業級的 那你要去找誰 要你花錢 你一定不願意嘛 哈哈 這我不用問你 我也知道不願意啊 但是又怎麼辦 所以沒辦法 找什麼 找範本啊 找範本 直接套用就很多 那我們現在可以馬上來試看看 你看這裡 Photol 這個是一個線上的 因為影像處理 跟還有一個服務 叫做語音的服務 語音辨識服務 現在應該是最 在雲端上算是最成熟的 影像處理最早 再來就是什麼 我們最近這年比較夯的 語音 有沒有 現在的語音服務 是不是也是越來越成熟 所以呢 像這個 來我就用新的分頁打開 這個有中文的 你今天 對齁 這有中文 所以你就直接選就好 編輯拼圖都跟各位平常用的APP一樣 所以我不用講太多 我們看右手邊設計就好 點下去 好 有沒有看到範本範本範本 最熱門的 你要Facebook的 你要YouTube的 你要做卡片做海報 有沒有不小心都有了 對不對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有一個海報 就點下去 變成英文版的 沒有關係 我看一下 應該等一下可以改一下 好 那這邊呢會有個導覽 我先掠過 反正你看得懂就好了 那個Many Christmas 點了 有了嘛 那你知道要改成你自己的字 就把你的一些相關的照片 那字改一改 是不是就好了 對不對 那要加一些 那個文字 要加一些小圖片 就從這邊來 就從這邊來 好我們就找看看裡面有沒有你的 好 Christmas 好 你看人家都幫你準備好了 帽子拿來戴一戴 這裡放大一點 這樣你應該知道什麼意思了吧 對不對 我們用這樣的話 有沒有比較快 你是不是在一個別人的基礎上就來做了 所以你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嗎 做出來會不會很差 至少有一定的水準 你了解我意思了 這樣子的速度 你就可以來這邊把它儲存起來 當然這個雲端服務 你看它有三種格子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你就可以拿下來用 那這個網站還不錯 是因為你注射了之後 你設計的檔案可以留在網站上 下次可以再拿出來改 反正每年都還有 Merry Christmas 對不對 你今年用的別人沒有發現嗎 明年可以再做一次 反正你可以拿出來改 所以就像這樣 是不是就很快 那這是其中一個 那麼另外呢 你來看我們這邊還有別的 Logo的設計 我問一下 如果你是社團 或者有時候辦活動 人家就想請你找一個Logo 對不對 做一個Logo 我就一樣在新的分頁 就不要在玩弄裡面打開來 你看一下 我就直接進到這個Logo設計囉 進來之後 你可以先選一下你要哪一種的 比如說符號式的 下一個 你的字型大概長什麼樣 但你不選它還會給你 還會給你 好 那我就下一個 你的顏色的配置大概如何 好我們比較科技感 我用這個好了 好 那我們就把 好我們今天有這個社團嘛 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看一下 我們算廣告跟媒體 好 平常要你升一個都很難了 現在升這麼多個會很那個嗎 這樣有比較快一點嗎 好 這樣會太快喔 阿不阿不再摸一下 不好意思 你現在看到這幾個下面還有 還等你咧 還要怎麼辦 好 叫它變化一下 還給你變化幾個給你看 那 設計系的同學到底要幹嘛 你們有沒有覺得 你要開始搶到人家飯碗 這樣他們怎麼生存下去呢 會不會跟以後的照相館一樣呢 有沒有快很多 你應該知道為什麼我們剛 一直搶到那個範本範本範本的吧 有很多的範本 根據設計的原理 是先設計出來給你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去 就好像 你比如說看那個裝潢設計也好 有那種就是 完全客製化的有沒有 到你家慢慢占量 然後一個一個跟你講的 也有什麼 也有那種是不是組裝式的 或者你甚至你更便宜的 去IKEA那種是都買好的 都已經組裝好的 你就怎樣 搬回家馬上就用了 所以設計現在就是也是分開來 也是分開來 你可以選擇原創的 那你就要有更多的 所謂的自由靈活工具去製作 但是呢 如果你是應用為主 也就是說你不講求原創 剛剛那裡你應該都沒有發現 你有開啟繪圖軟體過嗎 沒有嘛 你只負責排列組合 所以如果你不講求原創的 你只要排列組合 就好像我們會玩那個半家家酒一樣 是一樣還是可以設計出一些東西 這樣有了解那個概念的 OK 那這裡面還有蠻多的 像最近美圖秀秀 我想這個很可能很多人的手機裡面 是不是都有這個APP 最近有更新啊 就可以直接幫你變成 所以你有空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樣了解吧 好齁